宋徽宗与众多书家一样,也喜欢书写签字文,流传至今的两件签字文末迹,一个是寿经体,一个是草书。 这一篇就是他22岁写的寿经体签字文,现存上海博物馆。 此篇解体疏朗端正,下笔尖而重,行笔细而静,撇纳出笔,风而立,横竖收笔,顿而勾,整体求力受印。 这篇草书签字文是草书长卷,是宋徽宗40岁的一个精益作品,笔势奔放流畅,变幻莫测,一气合成,颇为壮观。 现存辽宁省博物馆,如也书间将于5月13日和23日在直播间和您一起探寻宋徽宗的艺术世界。